文贊7月5号用了一个LINE 告诉他的秘书 将他所有的答辩内容 全部交代出来 更夸张的是 原来在当时的一些地主 都已经在通话了 通话当时的地主就已经讲了 他们就已经感觉到了 我的电话不赶紧 有人在监听 代表这个监听已经很久了 玉宝 刚刚讲的 原来我早就已经传透了 今天这个根本就是一个生死局 今天这一局根本就是让你 进得来 我让你出不去 其实我们今天下午两点 就一直关注说 到底什么时候会裁定 到底是交保 或是增加金额的交保 或者是积压 但其实高院告诉大家 昨天我帮你都把裁定理由写好了 你今天把我复制贴上就好 但令人惊奇的一点是说 在里面有提到有一段 他们在被告郑文财 在113年7月5号应讯当天 用LINE的通讯软体 传送讯息给他的秘书 这代表什么意思 大家还记不记得 7月5号那一天 500万交保 这时候高院就告诉你说 他会不会用LINE 去帮你 原来他们早就都知道了 检方知道 高院也知道 就你桃园地院傻傻的 搞不清楚 还给人家500万元交保 所以为了这一次 三度三关 一定要把志文杉压起来 直接告诉你 非压不可 非压不可告诉你说 他用LINE 然后传给他的秘书 讯息内容跟 被告应答时的答辩方向相同 可见被告应讯时已经有管道得知检察官的侦办内容 这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桃园地检署 我为了积压 我为了积压你 郑文杉 我可以打我的脸给大家看 我们的真讯 被泄露了 但是呢 没有关系 这些错误 我不会隐瞒 我就是要告诉你说 你一定要把郑文杉压起来 因为有内鬼 难怪 昨天的高院就讲 特别强调 他有实质影响力 而这个实质的影响力 即使是桃园地检署 用尽各种办法 要将郑文杉 收压境界 但是 我的 收压的理由 我的所有的 这个所谓的攻防的方向 我都已经让郑文杉 知道了 对 所以呢 这一边看下去哦 你看那个聊聊几个字 其实这是非常可怕的 第一个 原来郑文杉 在桃园地检署 还有人 他还可以拿到讯息 第二个 郑文杉周边的人 都被剪掉监控 你这些画面 看下来之后 你看到的就不是郑文杉 看到的就不是他的秘书 如果郑文杉 跟地主之间 包括跟白手套之间 你被监听 那是合理 你的秘书 秘书的友人 其他的家人 你全部 全部被搂在一起 那到底这个案子 就不是我们之前讲的 死案伙伴哦 他不但伙伴 还加大火候 连够勾击到的人 一个一个勾击出来 所以郑文杉进去之后 后面一定还有其他人 好 当然讲到 郑文杉如果用 LINE通讯软件给他的秘书代表 他非常相信这个秘书 当然讲到他也认为 这个管道非常的精密 如果连这个管道 一定还有更多 所以当我们在讨论 今天的剪掉工房 运营剪工房的时候 其实剧本都已经写好了 你看这个球车出去的时候 就留这一台 紧背车留着给你 一人一车专用 把你送到地监 你说这一台是留给郑文杉的 对 就留给他 你就一个人 最后就是把你给送走 送到监锁里面的梅港 是什么 你是新收饭 你新收饭来讲的话 一般来说 你先丢独居房 明年有空再来处理你 可是你知道吗 5点57分裁定收押之后 马上就告诉大家 你既然准备好便当了 你既然准备好 三个同房的一个被告 而这三个同房被告 都是怎样 案情单纯的被告 等着跟郑文杉同住 你这是什么东西 所以你说不可能 随便找三个人给你同住 如果郑文杉 不管你怎么样 你都是台湾重要的人物 如果你今天到了监狱 到了监狱里面 到了看搜索里面 你有一个叉持 有一个三长两腿 监狱是承担不起的 所以这三个人 一定是经过缜密的调查 对 这个缜密的调查 绝对不是一时一刻 绝对不是随便找来的 5点55分裁定收押境界 5点57分裁定之后 有没有 还不可能外界知道 还有文书作业时间 所以你现在可以在5点20分 就告诉大家说 我帮你准备好 三个roommate 三个室友 这代表什么意思 这代表说 传后耶 早就传后了 早在之前 我就先帮你勾选 哪几个人是比较OK的 可以跟你同房的 或者是早就在几天前 准备好 把它移间 准备好一间 三缺一 这就是恐怕的地方 我三缺一 我先把这三个放好 留一个位置 等一个人 等谁 等郑文燦 不然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你不可能效率这么好 我没有看过这种新收饭 可以马上 二十二分钟之内 帮你准备好一个便当 帮你准备好一个监楼 帮你准备好你的同 帮你重逢的被告 这个对过去来讲 是不可能的 除非是先准备了 立东 你跑了这么久的司法新闻 解调的新闻 你从没有看过 这一次这么样的紧张 而且背后这么大的一个手 这个手可非常清楚的是 它是一个天罗地网 今天就算你桃园地方法院 想要富裕顽抗 我也要让你完全屈服 其实这次来讲的话 你看到他的节奏 真的是让人家觉得胆战心惊 7月5号 这个时候500万元交保之后 马上就告诉你说 可能会用LINE来串阵 甚至把一些不能够曝光的 监听艺文都弄出来了 我今天去那个地方 然后老婆先误我 急传贺违 然后我进去之后 拿着一个提袋 把这个东西放到茶净下面 还跟郑文燦比了一个误 结果郑文燦告诉我说 灾啦灾啦 如果这个东西是监听艺文 能不能泄露 不能 不能泄露 但是有没有被写出来 马上被写出来 马上被写出来之后 就提醒你地院 你赶快把人压一压 结果呢还是不压 第二次呢500加700 1,200之后呢 马上又有其他的一些内容 慢慢的曝光 慢慢的曝光 这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我宁愿失去 桃园地检署的微信 我也要把你郑文燦给压起来 这个案子没有其他的考量 这个案子就一个KPI 压掉郑文燦 所以郑文燦今天进来之后 其实你这个脸 大概我觉得 他恐怕是心里有数 今天没办法回家吃晚餐 而且你讲说 今天这个结果是在什么 是在昨天的下午 3点45分决定的 昨天高院在3点45分 才还对四个 发新闻稿 所以我们今天准备不及 我们今天可能没有办法裁定 我们可能要等到明天 3点45分 这个新闻稿出来了以后 不到一个小时 4点多就说 阿拉伯 我们现在的月间的速度 比我们想象来得快 我们今天就可以裁定完成 到了下午7点半左右 这个裁定就内容 而且刚才讲的 今天桃园地月 所有的裁定内容 基本上 是跟昨天高院的内容 几乎是一模一样 代表 昨天有一只手 有一个非常大的力量 你高院 想要多撑一天 我都不让你撑过去 办案是有节奏的 昨天的节奏就是 下午3点半的时候 告诉大家 可以回家了 不用再等了 高院的记者同意们 大家都不用再等了 今天不裁定 这代表意思是什么 下班了 有什么事情 明天再说 因为这是社会瞩目案件 适缓则员 可是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 4点半的时候 告诉大家说 不用担心 我们的月券速度超前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的 我跑检掉第一次看到说 我们的法官很认真 卷已经看完了 过去来讲 没有这种案例 但是为什么要压着你 一定要跑出这个东西来 就代表说呢 上面不高兴 这个东西来讲的话 跟大家讲 你高院不是一个法官 能够决定的 你高院弄好这个裁定之后呢 你要告诉你的庭长 庭长要告诉你的院长 你要整个东西把它留成 它竟然可以在一个小时之内 决定了 改变了 改变了 我们今天就要裁定 然后呢 在过了7点半之后呢 我很少看到高院下班时间 还这么认真的 下班还弄 高院是二审欸 以为是坐牛坐马的地院吗 下班了 然后告诉大家 洋洋傻傻这些理由 告诉你说呢 所以你说 高院很少6点以后 还发新闻稿的 5点半 5点半 所以这到底比说 这个东西弄来弄去 然后呢 辛辛苦苦 你觉得这三个小时在干嘛 我在帮你地方法院写裁定书 我来教你写 你只要复制贴上就好了 那今天答案出来 是不是就是复制贴上 只是多了一个惊奇 让告诉大家说 原来郑文燦 阿柵阿兵阿 所有的人 重要的人物都被监听了 这些东西都在我手上 甚至桃园地检署的侦办方向 也涉嫌泄密 但没有关系 反正 我就是把这些东西都奄奄起来 如果大家还有意见的话 再来找我高院算账 而且我们跟你讲 现在打很多拳都是打组合拳 组合拳你刚刚讲的 我除了检告单位弄理后 我的媒体也会有动作 我有很多的讯息 真讲不讲吗 你今天敬酒不吃吃发酒 我一开始就把你收押 你收押 你不收押 然后我就把监听艺文给丢出来 监听艺文丢出来以后 你五百万怎么进去了 弄什么袋子进去 用黑色袋子进去 然后你放在茶几底下 我帮你一时交代出来 那昨天应该讲的 五百万压不住 压一千两百万 一千两百万之后 我觉得更妙事 搞了半天 不是说郑文燦7月5号 用了一个like告诉他的秘书 将他所有的答辩内容 全部交代出来 更夸张的是 今天又有一个新的讯息 这些地主都已经在通话了 通话当时的地主就已经讲了 他们就已经感觉到了 我的电话不干净 有人在监听 代表这个监听已经很久了 这代表说当初在办的时候 有没有上线 有上线 上线之后呢 有没有人去拿这一文 有人去拿这一文 这些东西都是清清楚楚 债券可击的 然后呢 山地主在监听过程之后 还直接哒啦啦的 来 我电话没 没清气 有人在听 顺便问候线上的朋友 这些东西来讲 其实对侦办的人员 检调人员 都是非常非常 拍胯面 但是这个东西没关系 我就是把你写出来 目的就是把郑文燦压起来 共产党的斗争就是 斗垮闲鲜斗臭 我敬酒吃不吃吃拔酒 我要把你送进去 你不进去 我就开始斗臭了 对那为什么 郑文燦一定不能进去 他很清楚一个明白一件事情 只要一进去 收押 你只要一积押 怎么样 三年停权 停权三年 各位停权三年 他真的生命就结束了嘛 他如果进去了 请问一下 现在这个案子叫做 华雅科学园区啦 包特哥 会不会有两岸三岸四岸五岸六岸七岸 就马上杠上开花了 所以这样子能知道 我绝对不能进去 所以你想想看喔 这时候挺正的力量在这边 捷径洪荒之意在 走入这个堡垒 好 宇萱 另外一个讲的 现在感觉是 院前有不同的一个想法 你感觉到 在这个桃园地方法院 有一股的力量 在去保护这位赛 那一讲就嘴巴说说 没有 今天才讲 一开始不是第一次五百万交保 五百万交保说 那个三十多岁的这个法官 他的爸爸 竟然是郑文燦 当桃园市长时代的 政风处的主任 中尊尊有一个这样的关系 那讲说那只是好运气嘛 那刚好他就排班排在 这个时刻嘛 就搞了半天不是 原来他摆了那个时间 要休假的 他是掉了假 专门等说 他原来郑文燦这边 也知道要出事了 因为知道要出事了以后 我也把钱准备好了 我也把人准备好了 我就准备来开这个侦察庭的 桃园地方法院 现在已经成为郑文燦 他的政治生命 最后的一个堡垒 现在出现这个状况 堡垒 你想想看 现在检方 是不是好像有一个无限力量 对 不断推动 不断推动 他要推动什么 就要把郑文燦 收押禁戒 收押禁戒 那说收押禁戒 而且你发生 我要收押禁戒 你不可我当庭抗告 你当庭抗告 那只是一个明的手段 私底下我就把我的监听议文 我就把我的资料 一个一个就把你丢出来了 我们常常讲 共产党的斗争就是 斗垮闲仙斗臭 我敬酒吃 不吃吃拔酒 我要把你送进去 你不进去 我就开始斗臭了 对 那为什么郑文燦 一定不能进去 他很清楚 一个明白一件事情 其实这个时候 已经是明面了 他不是我们讲暗地理 民进党的廉政 我会跟你讲说什么 你只要一进去 收押 你只要一积押 怎么样 三年停权 停权三年 各位停权三年 他政治生命就结束了嘛 那宝兰跟我问一下 赵文昌为什么 敌死到要透过 所谓的逃云地方法院 这边不断的 有这个一股支持他的力量 就是不让他进去 他如果进去了 请问一下 现在这个案子 叫做华雅科学园区 宝兰哥 会不会有两岸三岸 四岸五岸六岸七岸 就马上杠上开花了 所以赵文昌知道 我绝对不能进去 所以你想想看 这时候挺正的力量 在这边 竭尽洪汪之一在 在守护这个堡垒 包括我们讲的这个女法官 这个邓心女法官 你知道庙是庙来什么吗 原本他的轮值时间 是十二号 结果很怪 那郑文昌又进来的时候 他刚好 不知道接受到什么样的消息 突然说 我自愿提前一个礼拜轮值 所以才会刚好巧合 从12号 转成6号 对嘛 所以转成6号了嘛 所以才会刚好遇到 郑文昌这个案子嘛 就接着这个案子嘛 那就这么巧合的是 这个案子发生的时间点 华雅科学园区在哪里 2017年 那你知道这个邓心女法官 他爸爸那个时候在干嘛吗 就是郑文昌的郑峰处长 他担任桃园市长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是郑峰处长 对 所以他是相关关系安息人嘛 所以这代表直接是 直系写亲也没有在跟你演 好不好 关系人直系写亲就来这边 来担任他的主称法官 那担任主称法官之后 他有没有一路护到底 当然有 各位 我知道 很多人在讨论说 郑文昌为什么那个钞票啊 有办法 这个两千块 那五百万直接就伸出来嘛 对不对 那我跟我讲 如果他提前知道金额 他就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 对齁 他如果提前知道金额 他就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 我如果连法官都可以安排好 钱当然要先准备好 他多人 不是啦 这法官都可以提前一个礼拜来做防守 来来来 这个局我来帮你扛 我来为事 然后同时交保金额 这时候你还会好奇 为什么要两千块吗 因为在我看来 这两千块极度挑衅耶 这两千块极度挑衅 你要嘛就用一千块嘛 因为两千块你不能突然伸出来的东西 代表我去升一个两千块 然后这两千块呢 我就弄成这个五十块 弄成不管 反正就是五百万的这个捆数 然后呢 就是用一咖 提前就好 你要是不是 我就放在这边给你嘛 代表这是我的地盘 我会跟你讲到地盘嘛 对不对 所以他可以微笑离场 对嘛 所以那一天他笑得很高兴嘛 他笑着离场 代表说我在桃园地院这个地方 有一定的势力就是要保我郑文燦 我很清楚我在这边安然无事嘛 但郑文燦为什么到后来 敏春聊起来啊 因为很简单啊 因为有另外一个人敏春聊起来 这个人是谁 就赖清德啊 赖清德在长老教会那个时候 追逝礼拜的时候 各位他那个脸色好看吗 不好看 对嘛 难看得要死嘛 我只看去看看不分党派 不问何人 重点是 只要涉及非法 赖清德还会撑一下他的表情控管 你要看旁边那个林俊仙 你看一下林俊仙那个表情是什么 大人你别想起来 整个人都走到旁边去 不知道怎么办 林俊仙吓死了嘛 林俊仙吓死了嘛 他直到赖清德动怒了嘛 五百万元交保 他马上就讲误完误重 就剪掉你给我再来 就剪掉你给我再来 有 当庭马上在抗告 代表一条准备好了嘛 刚刚讲的 他的这个戏 他的脸很有戏 对嘛 林俊仙 你看那个眉头拜托我 苍蝇刀被你夹死了好不好 从后来表情凝重 所以后来有没有抗告 有啊 抗告有没有成功 有 为什么 因为到了高等法院 那高等法院显而易见 这就脱离了我们刚才讲的 所谓的堡垒的那个部分嘛 郑文燦堡垒的部分嘛 桃园地方法院的堡垒 对嘛 那就高等法院给出一个 更有意思的裁决 高等法院 对他高等法院 你知道他裁决说什么吗 他在讲一个故事 他讲说你地方法院 给我这些 但是在我看来 郑文燦呢 他具有这个逃亡的疑虑 而且呢 看起来也有创控的疑虑 所以你到底要怎么说服我说 他没有逃亡 没有创控的疑虑 我觉得我足难踩性 你的理由没有办法说服我 所以我发挥 叫你重审 保利哥你知道这个有序在哪里吗 有序在哪里 理论上来讲高等法院 他做的是什么 程序瑕疵的审查 也就是你用的条文合不合理 对 你的条文合不合理 程序上有没有瑕疵 甚至你人有没有利益回避 他应该按照这种形式上的 因为他不对 会主官议员做判冠 结果高等法院今天做的叫什么 主官议员 这叫指挥判决 你应该这样判啦 你怎么会判成这样 所以他马上把他发回去了嘛 结果你知道更年轻的是什么吗 定文法院用一模一样的理由 我再送你是 保利哥你不要误会喔 不是同一个法官耶 是不同法官用同样的理由说 我就是要交保他啦 不然你要怎样 虽然这样子 他已经讲的被告 被告就是郑文 郑文在这个涉嫌重大 涉嫌重大 但是因为其他人都压了 所以他不用压 另外有一个是洗钱房治法 可是检察官讲 洗钱房治法 本来就不是我的重点 你本 你只会把洗钱房治法 拿来当挡箭牌咧 对本来 所以你说这个 这个细事就用在来嘛 因为第一个 他原本说五百万 五百万太少了 港租的都一千万 你哪五百万而已 对不 他的意思是说好啊 那我给你加钱 我就给你在那千里啊 但是我还是要交保他 是财衡运嘛 地缘这个东西动作等于是 跟所有赖清德对着杠哦 因为你仔细看 现在已经不是只是赖清德总统在讲 包括谁 卓洛泰今天也再次在强调哦 他说我才不管你是谁 我也不管你是何方神圣 他说我全国都要开始扫黑素汤 而且他说绝不留情面 也没有上线 没有人可以信免 也没有任何模糊空间 所以他一直说 我要你死就知道 你死吧 因为今天郑文昌死守 这个原因很简单 而且他大动作 这法务部警政署 刑事局跟内政部 全部都动起来 因为郑文昌很清楚 为什么我讲 第一个是他最有保的 第一个是他的地盘 他至少还有影响在这边 再他很知道 我只要被积压进去了 我的政治生命 从现在开始 就已经政治结束了嘛 但是赖清德 为什么打死就要把他押进去 因为赖清德的起身炮 要从郑文昌被押进去才开始嘛 我今天如果连郑文昌 我都押下去了 谁不能押 对我谁不能押嘛 而且各位 你不要以为说赖清德 他会自己下指令的 没有 他下指令的就只有郑文昌而已 对自己人下指令 我自己人 我自己的心潮流龙头 我自己来办 那紧接而来的 各位 请问一下你觉得其他的 这个我们讲的 卓榮泰就讲 我有一个绿能扫黑素汤 绿能扫黑素汤 他讲的是 是云林毅朝 是国民党 而且卓榮泰还有再补充一件事情 他说全台湾都会开始动起来嘛 全台湾的检调都动起来 所以各位你搞懂了嘛 因为一定要把郑文昌 这个东西给敲下来 给戳下去 给压下去 压下去之后 保险哥我反问一件事情好了 请问一下北柬 还需不需要赖清德下指令指挥 他们才会去办扣黑素汤 当然不用 不用 吓都吓死了 皮都封紧了 只要赖清德开绿灯就可以了 对 难道花蓮地检署 会不会开始 也开始去洞富军情 所以全台湾云林这个位置 这只是一个案件 因为赖清德非常需要这个起身炮 只要这个东西给打响了 敲下去之后 我给你保证 全台湾的地检署 根本连吹都不用吹 开始一个叫做大扫黑时代 大清洗时代 真的要来洗敌人心了 好 所以后臣 刚刚讲的 检查官版就是如狼似虎 检查官版就想办案 而且检查官喜欢办大案 办大案才有前途 以前是吧 我是把你绳索 把你检查官抓着 让你不能动 现在真的要放开了吗 刚刚讲到的 从你现在赖清德的讲话 从昨天太太讲话来讲的话 真的一场大清洗开始了吗 我们刚刚讲过 这个案子经过 之前经过四个检查官 两次检查官 以前都不能办的 突然就可以办了嘛 你就特别挑出来的嘛 赖清德在 官吏教会那个讲话 我觉得刚刚都漏掉一句 他讲了一句 打炸扫黑树 贪是目前政府做到的工作 然后呢 目的是要维护国家的生存发展 社会的安定 以及人民深刻的期待 他跟你讲的是什么 你现在郑文菜是 国家生存发展 社会安定的威胁 这是上纲到抵我矛盾 抵我矛盾 这是抵我矛盾 不是内务矛盾 他讲的这句话是这个意思 这句话不能 这句话比那个什么 不分党派重要 他讲你是 这是维护国家生存发展 社会的安定 所以你现在 你现在的郑文菜 是影响到国家 这个是抵我矛盾 他已经上纲到这个层次 所以是非办你不可 这个 他现在走的是 当初习近平那个路子 我一边肃清 一边肃灯 一边消除政敌 对 他现在的状况是这样子 现在只是说 到最后到底要办到什么程度 现在的状况是说 已经斗垮 已经斗臭 我要不要把它斗死 对 要不要押 要押的话 就是我不只斗垮 斗臭而已 斗死 我要斗死你把你押 把你关进去 而且你刚刚讲的 什么叫斗死是我不只是说 我把你押进去 重点在于 民进党联政会那个 你只要一押进去 三年停止党权 三年停止党权 你在未来 等一下讲 你这总统大选 地方首长选举 你都没门了 我觉得他本来基本上就没有 这个案子就已经把它定在 持务柱上面 基本上来讲 你今天一个贪置打上去 你说赖清德再怎么拉 所以你都不要想再起 党内的东西也没你的份 可是赖清德跟蔡英文不一样 蔡英文会摆出一个 我是总统的姿势 赖清德的状况就是 怕别人不知道 怕别人懂 怕我讲的不够清楚 所以在弯里那个地方 才会有一个那么近 可以堵麦的状况 什么时候 他就是要让全世界都知道说 我就是要搞政文燦 你们看不懂的 现在要看懂 廉政会也是一样 廉政会 从来没有那么快开过 什么时候那么快立案 哪有说收压清德 照讲你起诉都还没起诉 光是收压清德就给人家停权 而且 停权一般讲 你说像的什么 邱莉莉那个不用提权一年 你停权就停三年 他现在的状况就是 立案的速度有史以来最快 哪有人才刚被 刚被升压的时候 马上连政会就已经讲好 说我马上就要开会 一开会之后 还没有结果 就说你只要被压 我就给你三年 对 就是要告诉大家说 我就是赖清德要 我这样做的 我赖清德就是要给这个人再死 现在状况是说 你到底最后 现在要看的是说 院方一直都在挡 当初四次请搜索票 院方都不准 现在两次升压 院方都是交保 现在要看他们 院方跟检方的工房 最后的结果 那个最后结果告诉你说 赖清德的意志有多强 你不要跟我讲说 是你们两方在打 不好意思 赖清德要压 要压就一定压得真 最后如果压进去了 那民进党内 我觉得多好会有点反弹 因为我觉得 他们会觉得说 你这个做过头 假意实在话 一个案子你把他斗垮斗错 我觉得民进党内 没有总做这件事情 民进党有种的人 他现在也没有办法 在民进党内生存了 现在在民进党生存 刚刚讲的 现在郑国会已经倒过来了 现在其实能倒的 都倒过去了 赖清 我觉得赖清德的想法 就是这样 赖清德的想法说 人都在我这边 全在我这边 不然你可以拿我怎么样 可是说你最后就看 郑文燦 你到底手上有什么东西 可以反扑吗 说如果他真的 你真的把他逼到 完全没有路走的时候 那不咬也得咬 对不对 所以混成 刚刚讲的 我未来是以经济发展 强化自然 双主轴 而且在扫黑树灯上 绝对不留情面 也绝对没有上限 宝杰哥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我们现在股市 其实也是来到了一个 应该是屡创新高的情况 所以换句话说 在经济的这个部分 赖清德还有琢磨的空间吗 没有吗 蔡英文已经做得很好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如果说要立威这件事情 你要用什么来立威呢 当然就是树灯嘛 尤其是打炸这件事情 而且你不能只打蓝的 像上个礼拜 你抓了云林的议长 云林议长的风险很高 之前的议长也被抓去 换这个新议长没多久 又被抓去 而且同样都是光电的案子 那你说打云林议长的这个案子 有引起社会很大的回响吗 没有 为什么 因为是云林议长 大家对于云林议长好像 这个位置好像 刚好而已 特别容易被抓去关 但是你要知道 他今天砍的是谁 是郑文燦 是自家人 如果我今天连我自家人都砍 谁敢跟我挑战 谁敢跟我说我偏颇 所以现在 为什么要砍到郑文燦 他分量又够 在这种情况之下 一来在自己的党内立威 以前不是鹰派政国 为什么 现在还有吗 现在谁敢挑出来说什么 现在我就等着看 在7月21号的全代会 我跟你讲 现在的10席的中常委里面 新草联有3席 英席有2席 政国会有2席 苏席1席 永延1席 绿色友谊1席 那我等着看 721出来之后 还有几席 还有几席 还会不会变成是 所有这样讲的全部都变成 赖席 没有其他的 所以人家就会有人 所以你说这有台阶尬搞的效果 我今天在全代会 我对郑文燦都敢这样下上手 所有人 只能把兵权 双手奉上了 那比如说 你刚刚讲到一个重点 为什么你说 郑国会已经倒过去了 为什么 因为陈廷飞被郑国会署名 陈廷飞 他也要争取这个中常委 就陈廷飞想要选台南市长 可是台南市长最怕的就是曾昭 而曾昭这个决定 是在中指会决定 如果我可以进到中指会 我可以进到中常会的话 这样子我还可以挡一下 如果我连中指会都没有 中常会也没有 我就让你予取予求 收益一点 比如说你今天要征召 我今天陈廷飞 连说no的机会都没有 我要让你连no的机会都没有 就是我不要让你进来 那陈廷飞硬要进去 所以郑国会说 不好意思 我们这一次主义的不是你 开除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觉得这一次721的 所谓的中常会的实习 还会有过往 百家争民各自派系 都有一些情况之吗 我觉得很 看起来应该很难 但是另外一个事情是 我觉得那个郑文燦 你们可能都忽略了一件事情 你知道吗 高等法院他可以撤销原判决 自为裁定 他不用一直再跟你 来来来 今天我高院如果我真的要押你郑文燦 我就把你地方法院撤销之后 我高院可以自为裁定 我就直接押了 这太耿了吧 这就是代表着 如果这一次现在又抗告 如果这一次高院已经不再发挥 而是自为裁定 那你就知道 谁的主观意识 一定要押郑文燦 这么强烈 欢迎各位观众的去客 为什么现在大家看到 办郑文燦 引起了非常大的轰动 刚刚讲的郑文燦 何许人业 以前是名讲的大哥 他曾经是蔡英文 最喜欢的爱将 蔡英文讲的 他是胖周瑜 对他 两个人关系是非常好的 就没有想到你今天办到他 那以前有没有办 有 我们现在知道说 原来现在 民进党的不分区 立法委员吴宗宪 他曾经当过检察官 他在当检察官的期间 他在哪里 他就在桃园地检署 那在桃园地检署的时候 郑文燦刚上任的时候 他们就开始盯着所有的案子 当时真的 针对郑文燦的案子 开始进行查办 查办办一办 真的办到一个案子 这个办子办完以后 真的雷声大 余点笑 雷声大余点笑 也就算了 他就被冷冻了 他本来有机会 去申主任检察官的 全部 都跟主任检察官插身而过 更可怕的是 当时帮他所做个办案的时候 所有的大支权权 全部 头衔散自 全部外派了 对 过去来讲的话 我们知道 胖周宇是谁 他就是桃园的市长 两届的一个市长 所以呢 他被桃园地检署 自家的地检署 办 大家吓傻了 你看喔 这八年以来 有碰过他案子的人 下场最后就是怎樣 最后就是离开地检署 头衔散自没了 对 甚至呢 最后就是离开了检察官的事务 像这个国民党不分区的吴宗憲 最后决定投降 离开检察体系 所以 他会被桃园地检署办 大家是吓傻了 因为他一路以来 他提拔了非常多的人 难道他在解调系统里面 对 竟然这一次两个月 被清掉了 对 就把他一铲子铲掉吗 所以这事情的话 对大家的冲击才会这么大 而且你刚才讲的 吴宗憲的条件是非常好的 我刚才讲的 他有法律的专业 他有经济的专业 所以他在办经济犯罪的时候 而且他是检树小组 检树树黑 树胎小组 对 这个都是刚刚讲的 这个水托 万中选宜 特别被挑选出来的人 结果 就是因为办了郑文燦的案子以后 他所有的升迁 全部被挡掉了吧 对 我们现在告诉大家 吴宗憲那个时候呢 不是第一次去办这种案子 他本来就是黑金检树小组 所以呢你黑金检树小组 你今天有个案子 可以办到市政府 有个案子可以向上烧到小组 那对地检树来讲 那是不是一个很棒的案子 对 这是一个指标性的案子 这案子如果get up 办得好的话 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你的主任检察官会升官 你的下院检察官会升官 你的检察长也会升官 可是我们来看一下 到底吴宗憲 那时候办下去的时候呢 大家嘴巴上 都对他是充满了鼓励 可是下场最后到底是怎么样 你是要踢到铁板了 真的是踢到铁板 那个时候呢 就办到了一个人 这一个人叫郑义雄 外界都说他是 市长的干爹 所以呢 办到他的时候呢 其实大家都非常的紧张 办到郑义雄 对 郑义雄的案子 其实非常的小 才十万 那个时候呢 因为他是市府顾问 然后呢被吴宗憲 他们就查到了 诶 有一个违章工厂 可是后来呢 怎么没有处理掉 那违章工厂 竟然活下来 活下来是因为 郑义雄找到当时的 金发局的副局长 然后呢 汇款了 有十万元的汇款 所以在那个时候呢 你想想看哦 这个人是谁 这个人是郑文燦 他非常亲的人 然后呢又可以办到 金发局的副局长 所以当时候 吴仲仙那时候 有没有想法 那就是要传谁来啦 传谁 对 传郑文燦嘛 真的假的 对 所以他有这个想法之后 他后来有接受访问 他说他有这个思量 可是 没有传下去 那代表什么意思 被挡掉了 被挡掉了 然后被挡掉之后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个案子最后就不了了之 十万元的案子 最后就这样子过去了 没了 就是没有咬到郑文燦 好 重点来了 重点是办了这个事情的话 就算没有咬到郑文燦 那你是一个 黑金检数专责的检察官 你办到市政府的案子 办到副局长 那你是不是应该 马上升主任检察官 对 没有 他多次 有机会晋升主任检察官 最后都煞雨而归 他每一次都在圈选名单 每一次长官的笔 跳过了 没有圈到他 他就升官无望了 升官无望 代表大家 我们要跟大家讲 这种检察官升官无望 会变成怎样 你不能升二审的 你不能升这个主任检察官 你就没有机会到高检署 你就没有机会去二审 你就没有机会去二审 你最后你就会留在地检署 变成资深检察官 资深检察官 你要做什么呢 你就是每天坐在窗边 像是窗边的小痘痘一样 看着外面的云 以后你的主任检察官 你的长官就是你的学弟 你想想看你过得下去吗 所以他最后是 没有办法在检察体系 他不是说我要重振我干嘛 他是待不下去的 你说因为办了这个案子 碰到了文财 他在整个检察体系 混不下去了 混不下去了以后 我本来想 那你到了侯友宜的 所谓的法治局局长 应该来讲 你跟侯友宜和首 他说没有 他完全不认识 因为他已经没有路可走了 本来他就想去当律师 可能他又不甘愿 所以他才去当法治局长 而且当了法治局长 他说我一个月的薪水少多少 我一个月的薪水少五万多元 其实他当初来讲 他是有财经的一个专业知识 又有法律的这个硕士 他那个时候投入这个检察体系 是雄心壮志 因为他是双硕士 对 他有法律跟财经的硕士 对但是没有想到 碰了郑文财的案子而已 而且其实说实在的 法界的人怎么讲 没意思 也没有传你来 想想都不行 你知道吗 他经历了非常多的长官 就是升不上去 所以他最后离开 真的是煞鱼而归 他是混不下去 所以只好到这个 新北市的法治市 而且他说 产材不是只有他 他就讲说 我就升不上去 但我还就一直在桃园地检署 他说恐怖的是什么 当时负责侦办的 桃园市的调查处的调查官 所有相关人的全部外派 哪里远 你掉哪里 哪里冷 你往哪里丢 所以从那件事情之后 有没有人敢碰 胖周宇的案子 不敢了吗 你真的是连胖都不胖 很胖 吴中仙自己讲了嘛 把手伸进来各个系统 所以不敢讲话很多 你问我说 我当年办案子 有没有受到压力 我只能说 我非常不爽 非常不爽 所以从此之后呢 没有人敢再碰 敢再碰他的案子 但是呢这个案子 竟然在101年 107年就是2016年 2017年那时候呢 竟然有人 把这个东西办了下去 今天吴中仙有一个 非常明确的案子 他这个案子办下去了以后 就没想要踢到铁板 让他这一辈子升官无望 升官无望 我只好去离开我检察官的系统 本来他有律师资格 他爸爸也是律师 照理讲我也可以做律 他说我就不敢管 我就知道有的人喜欢当检察官 就是我喜欢那种冲撞的感觉 我喜欢那种破案的感觉 就你把我的人生 全部都毁掉 那这个案子更妙了 这个案子根本没有人讨论 这个是吧 华雅科的一个案子 华雅科这个案子 我们讲 在很多陶渊的案子里面 没有人注意到这个案子 就这个案子很妙 这个案子原来在2017年发生 然后在2018年的时候 这个案子就结束了 结束了以后 照人的案子讲 这就死案了 这个案子也没有人提起 而且这个案子 没有人敢办下去 可是没有想到的 到了今年的5月 桃园市政府的金发局就说 我们接到了检掉单位 不断来讲 我们下来查案子 把单子丢出去 结果到了5月 把东西丢出去以后 6月 相关人等全部被约许 约许了以后 很多都被积压禁件 积压禁件到了7月 就选择哪里 选择郑文燦生日这天 要把它给压起来 对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是什么案子 这是一个土地的 一个变更案子 这是华雅科 其实在桃园来讲 这个算是大家最没有注意到的事情 它原来有两个 一个是航空城 第一个它非常的大 第二个是小快线 因为它非常的特别 这个华雅工的案子 其实这个科学园区 它原本就是要把它改成土地 把它土地改成科学园区 然后呢 这一群人 他们叫什么 叫私地主 他们在旁边有一块小小的地 它这个小小的地 其实就是农地 甚至有一大部分的墓地 所以呢 坟墓的地会有价值嘛 恐怕价值不高嘛 所以他们那个时候 在2017年 那时候听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 华雅科它这个地方要扩大 那扩大的话 我可不可以来挖一下 我可不可以跟着你一起变更 如果我的农地 我的墓地 变成工业用地的话 哇 那个价值 是直接清水变鸡汤啊 有人帮他算过 如果整个下去的话 大概有四五十亿的一个利润 所以呢 这些人呢 就一个牵着一个 一个牵着一个 弄了一个这个重化会 重化会里面呢 就凑了五百万元 然后呢 想进行办法 找到了廖家人 廖家人就是跟这个 任文厂比较熟的 听说他们是有 把这五百万给送进去 那送进去 有没有办事 桃园市政府是真的有办哦 不是 我觉得恐怖在哪里 你知道吗 今天不是送到了法院 法院不是讲说 你五百万 五百万元保释吗 五百万元保释 法院怎么讲 他现在 有监听的意味 有这个所谓的 拍照的录影带 而且你在某年某月 把这个钱丢进来 在某年某月的时候 把这个钱给还出去 而且他还说 连廖俊 我们刚刚讲的 廖姓人士哦 连廖姓人士 带着小孩 进到了郑文燦的家里 把都交代了 那就表示什么 表示整个过程 整个流向 整个金额 整个数字 都已经在当时候 被完整的掌握了 你送进去 被掌握 你最后被中央 把他退回来 就是审议没有过 没有办法一起变更的时候呢 你又把钱给还回去 你2017年送钱 2018年还钱 你竟然清清楚楚都被掌握 而且呢 是有倦在正 然后这个案子 就不见了 对 特别的是你这个案子 你竟然如果这个东西 金额也掌握了 然后呢 所有的艺文都掌握了 你怎么会不见呢 但就是不见了 过去从2018年到2024年 岁月静好 一个这么完整的案子 一个有侦查作为的案子 最后竟然结束了 更神奇的事情 发生了 这个已经已死的案子 我觉得啦 搞不好连卷宗在哪里 大家已经都搞不清楚了 经过了这8年的 他又活过来了 竟然有一个秘密证人 然后呢 具名检局 告诉大家说 有了这个案子 然后当初是怎么办的 这个案子又活过来了 在一个月的时间 竟然 热热闹闹 然后呢 胖组也回国之后呢 直接把他抓到桃园地检署 现在来讲的话 很有可能 会有积压 而且从这个案子来 捡到待会儿 后面都有一个神秘的手 这个神秘的手 可以让你的案子消失 这个神秘的手 也可以让你这个案子复活 刚不是讲 吴宗憲办了那个案子的时候 那个神秘的手把你压下来 压下来以后 我可以让你吴宗憲走投入 但是现在这个事件的案子 同样也有一个神秘的手 这个神秘的手 居然到了非常高的单位 这个手非常关注这个案子 这个手 等于说是把所有的任督LMI 全部打通 刚才讲 这个案子不是已经变死了吗 这个案子都已经从2017 2018 都已经停了 妙的是 2017 2018 该有的卷宗 该有的调查 该有的监听 该有的拍照 他全部都有了 这有的资料里面 送到一个人身上 叫陈嘉义 而这个陈嘉义 他是在检察官中冷门的冷门 对 没有人注意他 就这个案子 居然到他手上 没力想象的到 结果 他就把他给賓购了 好我们一开始讲的 为什么我们讲胖周宇 他会在台北 他会在桃园地检署办 这非常离奇的一件事情 因为一直以来 他就是桃园的一个市长 你说要办一个桃园市长 要由桃园的地检署来办 这是非常困难的人 非常困难的事情 所以谁来处理 总长来处理 总长就是北检体系出来的 邢泰招是北检体系出来的 刚好桃园的检察长 于秀端 以前是台北地检署的 香岳主任检察官 我们跑检掉的时候 他就是香岳主任检察官 加上有一个姑娘检察官 就在你桃园 姑娘 这个人非常特别 他在办一个案子 办一个院长的一个 一个桃图税 无意的桃图税的时候 他竟然被关缩了 竟然被压了 所以他非常的不高兴 就网络上写了一篇说 法务部长官说检察长 施压小小检察官 跟自己的长官对干 对 最后他有个什么下场 最后他的检察长 被他点名的检察长 就是下台了 下台变成检察官 可是你想他会好日子过吗 没有吗 他真的没有好日子过 你自己 你把你高自己的检察长给弄掉 从此他在 台北地检署就变成姑娘 所以呢 当北检系统 联合起来之后呢 你要找到谁来杀 这个杀手 就是陈嘉宜 没人注意的姑娘 对就是找到姑娘 就把他给杀下去 所以呢这一次 陈温探可能自己也死料未及